北京之急黄晓明62200万名车 评估娱乐新闻北京采访小组 日前在街头积极着辆白色跑车 车主势必来头不小 不然下车的人就是中国第一小生黄晓明 坐在副驾驶座的该不会就是他的绯闻女友 Angela Baby吧 咦没想到下车的居然是位男生还是外国人 他带着外国朋友准备要去哪呢 让我们继续跟下去 跑跑跑 向前跑 珍惜一分分一秒 跑跑跑跑向前跑 目标就在不原谅 原来是上健身房跑步了 难怪能练出这么迷人的胸肌 只是他练个体能要外国人陪跑 出门带一步的工具则是高贵到不行的跑车 真不愧是中国第一小生 据悉他这辆跑车要价约2200万台币 连小天后酒令蔡林都寄予已久 透过微博向跑车传情 黄晓明稍后在片场拍广告 抽空接受苹果访问 提到蔡林想借他的跑车开开 哎哟 这么大方 其实他不只拥有这一辆跑车 家中还有六辆车 我从小的愿望就是可以有多几种车 小时候就爱买那种车的玩具你知道吗 然后又回来看变形金刚 咳咳咳咳咳咳 可以把车当作宠物 三不五时就要带出去溜车 苹果娱乐新闻北京被跑车闪到报道